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睽違24年台湾再度于国际技能竞赛平面设计技术之类拿下金牌,领着世界第一头衔的黄于珍今天回娘家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属于亚南分属与学员分享心路历程,把经验传承给学弟妹。 黄于珍把金牌荣耀归功指导老师与幕后行政人员等竞赛伙伴,他说坚持走寻守路不容易,感谢一路上那么多人相挺,他也鼓励学员勇于去追寻自己的理想。 第44届国际技能竞赛,上个月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达比举行云嘉南增属提名的黄于珍,在德、亦、日、韩、二等国际设计长笛环四下脱颖而出,打败29个国家选手拿下我国睽違24年的平面设计技术之类金牌。 84年次,长相甜美的黄于珍从小就喜欢涂牙,他不喜欢念书,选读高职广告设计科,一心想当设计人,后来大学就读树德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偶然看到比赛可以拿奖金,就决定走选手这条路,以减轻家中负担。 为了这次国际技能竞赛,黄于珍密集受训一整年,早上8点练到晚上9点收工,花比别人更长的时间练习,时常练到手酸眼睛痛,也忍受一个人训练的孤独感。 不过,看到成果有代价,黄于珍超开心,只说终于可以好好休息。 拿到金牌的100万奖金,黄于珍说要把时代还清了,获得金牌相当不容易。 云家南分书长柯成芳说,黄于珍的训练过程很辛苦,能帮国家争取荣耀,态度与精神值得学习。